現在到了 2023 年 Phylum 是否已經 Outday 了呢? Hello 大家好 我是 M&K Camera 的 Franky 今次跟大家講講Phylum 首先講講由 2000 年開始 其實數碼相機已經由幾十萬像 去到 6000 萬像 無論是分析度 解像度方面 絕對可以滿足到 百分之 99 的用家 在鏡頭方面 因應數碼做了一個提升 更加清晰、亮麗、細緻 鮮艷度都有提升 相反有些很有趣的事情就發生了 反而多了人喜歡拍Phylum 相 特別是一些年輕的朋友 所以看到一些曬照片 反而越開越多 不少客人就流連在店鋪 大家一起欣賞曬出來的相片 互相交流攝影的心得 其實我是Phylum 年代長大的 自問都一段時間沒有拍Phylum 相 趁 Leica 出了一支 復刻版的 Steel Vim 和 M6 相機 就拿了這支鏡頭出去試一試 不試就好地地了 一出事 發現Phylum 的顏色和色彩都是很漂亮的 高光和低光的分布是很平均 很自然 尤其是草木、樹葉 它出來的感覺是很自然的 不會很塑膠的感覺 可能這就叫做Phylum 的吸引力 我現在明白了 Leica 出了一支復刻版的 35 1.4 Steel Vim 再配搭一部Phylum 相機 就配合整體的感覺 其實這支鏡頭 拍Phylum 是非常漂亮和自然的 無論是由外表到實質的效果 都很有懷舊的味道 據我認知 這支新鏡頭很難模仿老鏡頭那種感覺 味道 這支相對來說 就叫做做得不錯了 這支鏡頭在Phylum 相片上的表現 是做得非常好 這次真的拍得很開心 希望下次有機會 和你一起拍這支鏡頭 事不宜遲 大家都會心急看看 到底這支鏡頭拍Phylum 的效果會是怎樣 大家去片吧 這支鏡頭拍Phylum 在Phylum 相片上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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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Phylum 相片上的表現